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必須改革,開始我的出發點不是好像主要的, 雖然我那時候也看過一些東歐改革方面的一些書, 但是我主要的不是所謂改革而是改革,主要的我覺得中國的經濟畢端太大, 所以這個就是說,有人可能會問我, 你長期在下面省略搞工作怎麼改革的想法呢? 你把北京所謂的國民來搞改革,這個情況就變了, 我首先是感覺中國這個人呢,中國我們這個輸出的代價太大,效益太差, 主要的是我們這個經濟上的對端太多, 經濟上的對端究竟跟得到哪裡?那也是一開始認識不是很清楚, 但是,總之我要在一個總的處,想法就是要提高這個效益, 那因此嘛,就是摩索來摩索去, 就探索這個東西,因什麼路子,效益最好。 所以我在這裡啊,專門把我把一面欺負這個問題, 來這裡啊,所以我到北京以後啊, 國大經濟的知道實際上是一個明確的一個東西, 我不是要秀的產值增加多少, 也不是說我要中國發展多快, 我就是要站在中國找到一個, 愛就是說,如何人們除非著勞動, 而能夠得到相應的識賄? 從那出房去? 所以國際經濟上,мент Kasus means. 資本主義國家啊,你要能 espa миллиam, 言歸多少何 λέ Artega Are ... 不得了的,我們監察的政黨百分之十,但是還是,因為生活絲毫不將改善,中國復活。 所以這個,事於要怎麼樣才能夠擁出這一條路出來,找到這一條路,我求是的,一開始沒有一個什麼模式,沒有什麼系統的主要。 但是我覺得有這一條非常的重要,總而言之,我的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,人民得到實惠。 無論這個東西,摩索來摩索去,最後它總是就造成了,最後就有。 各種各樣的實驗,各種各樣的辦法,最後呢,中間中間走出一條路。 谢谢观看